同学们好 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三节 管理用财务报表分析 那么这一节呢是整个第二章里面比较重要的一节 我们这一节呢有两个考点 都是属于比较重要的 就是包括我们要会编制管理用的财务报表 另外呢还要会利用报表呢 进一步来进行综合的分析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考点 就是管理用的财务报表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管理用报表的编制 我们也是多年啊都是考过 包括我们这个去年啊 我们有几个计算题 它实际上是和第三章综合起来考察一道题 也是考了我们如何来编制这个管理用报表 那么其实管理用报表和这个 我们普通的这个财务会计的报表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大家可以先回忆一下会计 你看我们会计上有现金流量表 实际上是包含了三块活动 基因活动的流量 投资活动流量 还有筹资活动流量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 就是不一定严谨 但是为了帮大家好记忆 其实呢就是我们这个财务里面 这个有关这个活动 它就分为两块活动 就是一个是经营活动 一个是金融活动 其实它是把这个会计上的那个投资活动 给它做了一下区分 那么怎么一个区分法呢 就是把和金融活动有关的生产性的资产投资活动 我们也给它归到金融活动里面 就比如说在会计上 比如投资购买设备 那么这个我们把它作为投资活动 引起的流出 对吧 但在财务的流量表里面 或者是我们财务的这个 活动的一个区分里面 他认为这是为了生产经营 你买设备为了生产 你说它把它作为是经营活动 那么那你再看 我们在这个 比如快流量表里面 也会有一些投资 比如说我投资购买债券 是吧 那么这也是投资 但这一块投资购买债券 它并不是和金融活动有关 都是属于企业 比如说有闲置资金了 那我去利用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 可以这么去理解 会计上流量表里面 那个经营活动 我们财务里面也叫经营 就是销售活动 销售商品 是吧 提供劳务 是吧 这些营业活动 这个是和会计一致的 不同点就是把投资给拆分了 投资呢 和经营活动有关的投资 我给它归到经营 而对于那种 闲置资金的利用那种投资 我们给它归为金融 投资还是属于金融 那就是这样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区分 那么如果把企业 所有的活动 给它区分为经营和金融的话 那么我们其实 在编制报表的时候呢 我们也就是 要把它的有关资产负债啊 什么这个 有关它这个收益啊 包括的流量啊 也是要区分经营和金融 但在区分的时候 要注意一下 就是首先你要明确 这个企业从事什么业务 是吧 因为如果要是非金融企业 比如说你看 我们闲置资金 比如说我存到银行 是吧 那这个可能就属于 你的金融活动 是不是 但是呢 对于这个金融企业呢 它吸收存款 或者是对外去 这个贷款 这是它的经营活动 所以呢 首先你要注意 它考试的时候 它给的这个企业 是金融企业 还是非金融企业 不过一般来说 我们考试 主要考的是非金融企业 是吧 然后第二点要注意 一致性原则 就是 我们如果是经营 利用经营资产 那么它将来获得的收益呢 我们给它作为什么呀 作为经营的损益 而利用呢 这个金融 就金融性资产 或者是负债 它所形成的损益呢 我们把它作为金融损益 就是一致性的原则 是吧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按照我们这个区分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定了 假如考试的时候 一般来说考的是这个非金融企业 那么定位以后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考虑 怎么样划分经营和金融了 是吧 像在资本市场上 是吧 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筹集资金 或者是怎么样去利用我的 闲准资金去投放 那都属于金融活动 而在这个生产要素市场上 我们比如说怎么样去购买材料啊 怎么样把产品给他卖出去啊 等等这些 那么这些都属于是经营活动 那么我的资产负债表 利润表和流量表 也都要区分经营和金融的 是吧 它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这个思路 那我们分别来看 我们先来看 资产负债表 就是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呢 它是要把资产和负债 要区分经营性和金融性 但是呢 所有者权益不变 就你不用管权益是经营还是金融 只是区分资产负债的经营和金融 那么什么叫经营资产 金融资产 什么叫经营负债 金融负债 其实所谓经营性的资产 或者是负债啊 它就指的是由于你销售商品 提供劳务的过程中 它所设计的那些资产负债啊 就是经营性的 而金融资产负债呢 是由于我们在筹资过程中 或者利用你这个多余的资金 去投资过程中 这些资产负债就属于是金融的 那这个看起来比较抽象啊 实际上我们有一个很简便的方法 但是不一定严谨 但是比较好记 然后你就把一些特殊在单独记就行了 这通常呢 就是这个资产负债里面啊 它和利息有关系的 我们一般就是金融啊 那么和利息没有关系的 大部分是经营 怎么去理解它 比如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我们这个企业资产里面啊 你看存货 企业持有存货 存货本身不会产生利息 对不对 是吧 那么但是大家看 如果我们是债券 我为什么要持有债券 我的目的是为了赚利息的 所以很显然像 这个存货就属于为了生产经营 比如存货啊 或者设备啊 都是经营性的资产 像我们债券啊 那就是属于金融 是不是 所以就是看它和利息有没有关系 就这样一方法 包括负债也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说前面经常提到 应付职工薪酬 那它这个本身 就是不会有利息 是吧 无息负债 这是经营的 但是呢 有利息的负债 比如说借款 债券 那它会产生利息负担的 那这就是金融 所以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就看它和利息有没有关系 但是有一些项目的可能 呃 不太容易区分 那就要单独来记了 那现在大家看 我们假如说啊 我们有一个大致的这个情况了 我们要把资产负债 按照业务属性啊 就是看你这个持有这个资产 是为了什么 如果持有这个资产是为了生产经营 对吧 那么就把它作为经营资产 如果这个持有这个资产 我的目的为了赚利息的 是吧 那就是金融资产 那么负债也是这样 是吧 是生产经营自然形成的负债 经营负债 如果呢 是由于筹资活动 是吧 引起了这种负债 那就是金融资产 是吧 那么所欧者权益不变 那现在大家看 我们怎么来编管理用报表 首先大家看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考你编制管理用报表 他都是先给你统一报表 大家看会计统一报表 左边是资产 右边是负债 所欧者权益 对吧 那么我们怎么样把它变成管理用报表呢 那就是首先要区分资产负债的 经营还是金融 所有的权益不变 所以大家看 我们就要把资产区分为 经营资产和金融资产 同样把负债 给它区分为金融负债 还有经营负债 但是所有的权益不要去管它 就看资产和负债 要区分经营和金融 然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简便的方法 是吧 就看它这个持有的目的是吧 是为了经营获取利润 还是为了获得利息收益这样 然后呢 我们要怎么样 调整一下格式 怎么个调整呢 就是把所有的经营性的 给它放在报表的左边 金融放在右边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 你把金融负债 因为金融放在左边 金融给它挪过来 然后金融也挪到右边 所有者权益不变 那这样一来 我们这个报表的格式就变了 左边呢 就成了金融资产减 金融负债 然后我们给它起个名称 因为金融资产扣除了金融负债 就称为净金融资产 是吧 有点类似于大家看 我们什么叫净资产 金融资产我们是资产减负债 就成为净的 就把这负债给它减去 是吧 但是我说净金融资产呢 那是用金融资产减金融负债 同理我们再看负债这一方 我们金融负债减去金融资产 给它起个名称叫净金融负债 减称为净负债 所有者权益不变 那这样就会形成我们的管理用的资产 不代表的这个等式 就是左边是净金融资产 右边是净负债加权益 另外呢 对于资产 我们要给它区分 就金融性资产 金融性负债 我们给它区分流动性和非流动性 这样一来的话 就会有新的这个概念 我们这个权益负债这边 我们就不变了 我们就光看左边 如果我们把这个金资产 金融负债 区分流动性负流动性 上半部分 金融流动资产减去金融流动负债 起个名称叫金融营运资本 大家看这个应该好记 对吧 你看我们在前面讲过 这个短期长债能力 有一个指标 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 起名为营运资本 对不对 那如果我想让你算 金融营运资本呢 那就是用金融流动资产 减去金融流动负债 是不是这样啊 那我们再看 对于长期的 金融性长期资产 减去金融性长期负债 你就给它称为是加个净点 就净金融性长期资产 所以这块看起来 好像一下有多好多概念哈 但是你就把握一点吧 一提净这 那就要把那个 负债要给它扣除 对不对 比如说和前面一样 比如说你算净资产呢 那就应该是把那个负债扣除 就把资产减负债 但是我家的金融呢 如果让你算净金融资产呢 那就应该用金融资产减去金融负债 是净金融资产 是不是啊 那么我们如果让你算一下经营的营运资本 因为它有特殊的概念 因为营运资本就是流动资产减流动负债了 如果是经营运资本的 就是经营流动资产减金流动负债 还有这个长期性的净金融性长期资产 那就是你把这个规律来记这些东西 那现在大家看 其实管理用报表啊 它这种思路很清晰 就是资产负债区分经营金融 然后所有者权益不变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经营放在等式的左边 所有的金融放在右边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个会计等式 新的等式 左边净金融资产 右边净负债 所有者权益不变的啊 就是所有的权益 这就是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那这个其实我们说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不是太难对吧 但是关键在于就是怎么样正确的区分 经营还是金融 那么有一些项目 我们说可能名称就给你提示了 是吧 比如说你交易性金融资产啊 我们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等 但是有一些啊 名称不能给提示的 那就要特别注意了 那具体来说我们在区分经营性资产和金融性资产啊 以及经营负债 金融负债的时候 有的时候啊 可能有一些是属于顾名思义 一看就能知道 但有一些可能是名称上 可能不能直接给出提示 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些不太容易识别的一些项目啊 首先我们先看第一个货币资金 呃 这个货币资金呢 他其实呃 本身呢 应该说是属于金融性资产 但是呢 企业呢 也会有一部分啊 他实际上我们持有这个现金的目的是为了企业生产经营 是吧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日常的支付啊什么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些现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对于货币资金到底他实际上是属于经营性资产还是金融性资产呢 那么我们有三种处理方法 那么这三个处理方法 大家考试的时候不用担心 他一定会给你提出要求 如果他考试的时候他什么都不说 那你怎么做 他都应该算我们对 对吧 因为有三种处理方法 那么这三个方法呢 就要看他考试的要求 那么第一个方法和这个第三个方法都很简单 他考试告诉你说全部处理为经营资产 或者说全部处理为金融资产 那就太简单了 对吧 那我们只要关注他考试的要求就可以 那么稍微提一下第二种处理方法 那么第二种处理方法 他指的是什么呢 是按照一个就是行业的 或者说是公司历史平均的这个货币资金占收入的百分比 以及呢这个本期的收入去推算 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按照过去的历史的这个水平的这个资料 我们要看一下通常他的这个经营现金 就是他会告诉你这个经营现金 占销后收入的比是多少 给了一个销后这个比 那这个比有了以后 那因此大家看 我们对于这个货币资金如何来区分呢 那你就要把货币资金区分为两块 那么这两块的话呢 也就是说一块给他处理为经营性的这个资产 是吧 把他这个作为经营性现金来处理 还有一块把他处理为什么呀 金融性的这个现金来处理 那么经营现金的话 那我们的计算 你就可以直接拿什么呀 这个这个计算 你就可以直接拿我们的这个预计的销售收入 是吧 比如说呃 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收入 不用说预计吧 就是我们这个企业 他的销售收入的情况 去乘上一个 我们按照这个 比如说历史的呀 或者说行业的呀 给那个标准的比一成 那就可以得到我的所谓的这个 哎 经营现金了 是吧 那这样就可以得到我经营现金 而对于金融现金呢 我们办法就倒挤了 是吧 你把这个货币资金的数据 减去经营现金倒挤出来 就是金融现金 那这样就这样一个处理方式了 是吧 也不难 但是我们说考试一定要注意 他给的要求啊 就是货币资金有三种处理方法 那么对于应收票据呢 我们就看他和利息有没有关系 我们刚才讲有一种简便的方法 就看他和利息有没有关系 凡是和利息有关的就是金融 和利息无关的大部分是 就是经营 有些东西要具体的来看啊 那我们看对于这个应收票据呢 他如果考试告诉你说 这个应收票据是有息票据 是按市场利率计息的 那当然是金融资产 那如果说是无息的呢 那就是经营 那从我们国家目前来看 一般都是无息的 是吧 所以大部分都是经营性的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 短期的权益性投资 这短期的权益性投资 实际上在报表上 反而就是简单了 是吧 我们如果考试给了你报表 然后让你去做 那我们实际上就是 因为他是出于什么呀 实际上就是一种短期炒作啊 是吧 是为了要出售啊 是吧 所以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我们当然是属于金融资产 但关键是在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客观体里面 是吧 那么他是用文字来表述 这个短期的权益性投资 那么我们知道 他是没有利息的 他是将来有可能得到鼓励 是吧 另外呢 他通过这个出售啊 我们可以有资本利得 虽然他没有利息 但是呢 你要注意 他实际上是一个多余资金的利用 对吧 我们就因为有资金有闲置了 那我是一个多余资金的利用 所以他是属于什么呀 金融资产 所以这个呢 要单独记一下 就短期权益性投资 应该属于金融资产 是吧 还有呢 大家再看长期的权益投资 长期权益投资啊 他实际上 呃 主要是我们在报表上 就是所谓长期股权投资 是吧 呃 那么他 没有放到那个 就是交易性金融资产 或者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就说明他是为了什么呀 就是为了要控制这个子公司啊 或者是关联公司 是吧 我们的一种长期性的这种股权投资 呃 当然呢 我们大家看一下 我购买这个就是子公司啊 或者关联这个企业的这个股权 那很很显然 那么我们可能会想 你买这个关联公司 或者子公司 他本身可能有金融 那是不是你要区分啊 那么要区分太麻烦 所以我们是要一般来说啊 我们认为 因为大部分企业 他持有资产 还是经营性资产 对吧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为了控制这个关联企业 我们也是希望 控制他的基因活动的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把长期股权投资 都处理为 经营资产 是吧 所以这个也是要注意 就短期的 是吧 那么他金融 长期的要处理为什么呀 经营资产 呃 另外还要就是对于债权性的这个投资 债权性的投资 我们都是 金融性的资产 是吧 因为他是要获取利息的 是吧 所以持有之到期投资 这当然属于金融资产 那么对于应收项目呢 呃 你像应收利息 因为他 一谈到利息 那当然就是金融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要谈一下应收股利 要注意 因为我们刚才谈了 就是呃 长期股权投资 我们是既然处理为 经营性资产 所以他的这个呃 应收股利呢 我们就给他处理为 经营资产了 而这个短期权益投资呢 他的应收股利呢 呃 实际上是属于 这个呃 因为短期权益 我们把它处理为金融 他的应收股利 也处理为金融 就一致性 它实际上是这样 对吧 对于地盐所得罪资产 这个反而要 这个考试反而容易 他就看他怎么提的 要看他的前提 他如果是由于经营性资产 是吧 他的账面价值和计税基础 不一致形成的 那我们实际上 那当然是经营性 但是如果是金融性资产 所形成的 那当然就是金融 反正呢 就要注意一点 就是考试时候注意 他如果没有前提 在客观题里面 他如果没有前提 那我们如果把 归为经营和金融 都不合适 得看前提 是不是 对于其他资产 一般就列为经营资产 对于资产的划分 我们说上谈了 就是八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总结一下 因为你知道 这么一个一个背 很不好背 一般来说 我们知道资产里面 大部分还是经营资产比较多 所以你就特别 关注一下金融资产 其实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我们喜欢用排除法 什么叫排除法 就是说 因为资产总额 统一报道里面有 如果我能够把金融资产得到 那你想一下 我们计算经营资产的时候 那就可以扣除 你把你的总资产 扣除这个金融资产 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最关键的 我们是怎么来 把这个金融资产找到 那么金融资产呢 我们刚才讲一个和利息有关 对吧 也就是说 这个金融资产怎么去找呢 我们说这个 简化的方法 和利息有关的 是吧 和利息有关的 这是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名称上 可能不能给提示的 就是我们这里面提到的三点 短期的权益性投资 还有短期权益性投资 形成的应收股利 是吧 还有持有制到期投资 这都是在名称上 不能给我直接提示 是有利息的问题 但他们实际上是属于 就是金融资产 你把这三个特殊的记住 其他的就好办了 其他的呢 就是和利息有关的 就是金融 和利息没关的 就是经营 是吧 或者名称上给你直接提示了 就好办了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你就记住三点 容易出错的 短期权益性投资 和他的应收股利 我们作为金融的 还有呢 持有制到期投资 他其实是名称上 没有给我提示出来 但他实际上是属于债权性的 长期债权的 这一头 当然是属于金融 是吧 就记住这三个特殊的 就好办了 然后还记住和利息有关 就好办了 是不是这样啊 大家帮我看一下 我们以往的一个多选题 他问你 假公司是一家非金融企业 首先他要注意 他是金融还是非金融 对不对 要注意这个前提 然后在编制管理用报表的时候 他问你下列资产 属于金融资产的 A短期债券 只要是债权性的投资 他有利息啊 A是属于金融 所以这个没问题 长期债券更加是了 短期股票也是 对不对 我们刚才想强调你 短期权性投资吗 但长期股权不是 是吧 长期股权投资 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经营性的资产 那我们再来看 对于负债的区分 负债也是我们说 有利息的是金融 但有一些可能 这个字面上没有提示的啊 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一下的 容易混淆的一些项目 我们来看 短期应付票据 也是看他有没有利息 有利息金融 没有利息经营 然后要注意什么呢 优先股 优先股啊 因为我们认为优先股 它是优先于普通股 优先分配固定股利 优先分配次于财产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股来说 也是一种固定的财务负担啊 所以优先股 我们是给他处理为什么呀 金融 然后对于应付的这个项目啊 大部分的是属于经营 但是要注意什么啊 我们特别是我们今年教材 还做了修正 就是应付股利 你别管是应付的 普通股股东的股利 还是优先股 因为你发行股票啊 或者是借债啊 这都是属于投资活动 对吧 对他的有关应付股利 都是金融负担 这个前面投资不一样 因为你长期股权投资 他是为了要控制 他那个子公司啊什么的 那我们这边发行股票 他也是一个筹资活动 所以他的股利啊 就是无论是普通股 还是优先股 他都是属于金融负债 所以这里面就注意特殊的 应付股利 他虽然好像和这个利息 没有关系啊 但他也是这种费 因为是筹资活动 那么应付利息 当然和利息有关了 是金融负债 是不是 然后地盐所得税的负债 也是这样 要看他是基金性资产形成的 还是金融性资产形成的 是不是 那么考试会给你要求 如果没有要求 那就你怎么做 怎么做 他都应该是合适的 或者说的客观题 他没有提出这个前提 那就怎么说都不对 是吧 一定要前提才行 长期金付款 也是要看前提 要看他融资租赁 引起的还是其他 如果融资租赁 引起的就是金融 因为我们知道 对融资租赁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上也会有这个利息的 是吧 就是为确认融资费用 贪销 他是要贪到利息里 所以他有利息 和利息有关 所以是金融 那么其他负债 我通常列为金融负债 那么具体来说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的 也是啊 就是我们刚才谈了 哪些属于金融负债 是吧 那么金融负债呢 我们一个就是看 和利息有关 是吧 和利息有关系的 这是一个 可以直接判定的 是吧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名称上 不能够直接予以提示的 哪些呢 你看一年内到期的 费力量负债 这好像名字上不能给我们 但他实际上是属于 因为有到期日 他就是实际上有利息负债 所以这个属于金融负债 另外应付股利 别忘了 他是属于金融负债 另外应付利息呢 当然和利息有关 我们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 主要是我们这个教材啊 第二十二章啊 要讲这个简化的经济增加值那一块啊 应付利息呢 他是把它作为了 这个无息的负债 但是我们在第二章 大家要注意还是金融 是吧 所以在这块我们要再提 就是金融负债 另外融资助力引起的长期应付款 这也是金融 还有优先股 容易出错的 像优先股 一年内到期的非得用负债 所以你就注意自己容易出错的 然后剩下的按照那种 有没有利息 一般来说 不容易有遗漏了 是吧 还有我们特别是今年修改 应付股利 那大家帮我看一个多选题 他就问你 这个下列哪些属于金融负债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别管普通股 优先股都是筹资活动引起的 所以应该是金融负债 融资助力引起的长期应付款 也是金 所以ABCD都应该是 是吧 那大家帮我看一下 我们书上这个立体 其实我们书上这个表 二到十一 它这个编制依据是 根据我们前面第二节 传统报表 大家看传统报表 左边是资产 右边是负债和权益 那我们怎么样来去做区分 那大家帮我来看一下 你看这个ABC公司 首先货币资金 到底如何处理 我们说在 我们这本书 它这个讲原理 有的时候 它就不那么很严谨 但是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看它的要求 它会告诉你 怎么来处理 是吧 这个货币资金 它如果比如说 我们这条例题 它加了一个条件 货币资金均处理为 经营性资产 那我们就是经营资产 对吧 那它如果说是 都处理为金融 就是金融 就是按它要求来了 然后呢 这个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一看名称 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保管是金融 应收票据 我们讲看有没有利息 那么一般从我们国家 目前来看 都是5息的 是吧 所以是经营了 应收账款是经营 预付账款 然后应收利息 这个实际上是经营 然后应收股利 我们给大家讲 就讲到就说 你得看它是权益性的 就是短期权益性的 这个投资的 这个应收股利 实际上是金融 长期的是经营 但这里面它是零啊 就无所谓了 所以呢 那这些其他的流动资产 都是经营了 然后我们看这个 长期的资产里面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一说金融 当然还是金融 是吧 持有制到期投资 那我们说这个实际上 是属于债权性的投资 当然是金融 那么其他都是经营的 就是资产这一方 然后我们再看负债这一方 像短期借款 这一看就有利息的呀 交易性金融负债 人都说金融分 当然是金融 应付票据 无息就是金融 我们一般我们国家 目前都是无息的 是不是 那么应付利息 还有呢应付股利 这都是金融的啊 一年内到期的 费用负债也是金融 那么像长期里面 像长期借款啊 应付债券的都是金融 而长期应付款 你要看它是什么形成 如果是融资租赁引起的 长期应付款 那就是金融 所以上次要会区分 那我们已经把资产负债 给它区分为金融了 所有者权益不变 然后呢我们就要 这个 调一下 是吧 就把所有的金融 放在左边 金融放在右边 所以你看我们教材上 这个表二到十一 它实际上是根据 我们上一节的表 就是资产负债表 它调整出来的 那么你看 我们这个左边 金融性资产 减金融性负债 那就是我们的 净金融资产 而右边的金融负债 减金融资产呢 就是净负债 是吧 所有的权益没有变化 谢谢大家